蔡總統一有所指的就是馬政府時期的陸委會主委 國防部副部長夏立妍 現在以國民黨副主席身份 在中共危台軍演後率團登陸 不只綠營譴責 藍營的最大諸侯也不認同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去思考 值得是我們在一方的商圈 還有藍營市議員罵夏立妍是敗家老頭 盧修燕說時間不移徒增困擾 現在夏立妍辭去台中的國際術委員兼市政顧問 台中市府表示尊重 我們都非常的清楚 包括我們事前跟專家討論都知道 這個時機去大陸 對國民黨不利 對年底的選舉 會有影響 時隔四天朱立倫總算坦言 明知前路兇險 也要幫台灣幫台商保留溝通管道 用勇氣來面對 傷到我個人沒問題 傷到國民黨 但是我們國民黨愛台灣 但七月底台商眾多的海峽論壇 夏立妍都只是視訊出席 偏偏在中共對台武嚇之後 為何非去不可 被爆料疑似為年底選戰募款 要糧草 不要來羞辱我們 不要來把我們當作弱智 不要來用這樣的方法來惡意的攻擊 國民黨提名要選舉的人 也知道主流民意所在 所以都昏昏站出來反對 絕對沒有所謂夜奔敵贏 還能得到人民認同的事 朱立倫的勇氣 對國民黨選舉 不知道能換到多少選票 不離不棄 TVC的一局紅林杰 陳永文 桃園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來路線 開啟小鈴鐺 頂著